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實作啦 那首先我們一樣就是把要編排的東西先把它拉進來 那縮時攝影加進來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縮小一點 比較好看編輯的狀況 好那再來我們需要丟 丟這個好了 那丟這個完之後 這個差不多的 應該是跟這個差不多的 所以可以這個就不用了 那再來是拍照一下 拍照的位多了一張刪除 拍照的位置稍微換一個位置地方看看 那這裡的話接一張照片 做間隔 然後再做一個結束 那結束的部分我看一下 先看一下大概的狀況 好那大概這個我們把它鎖到中間的位置好了 好先說到這邊然後加進來 先說到這邊然後加進來 好,那這樣整體的長度大概三分二十八秒左右 然後待會再來做裁切的動作 好,那我們先把主題給套用進來 那我們決定是用布告欄這個主題 那它上面這個地方會 大概是這樣子,榮耀小組聚餐 好,那把聲音加進來 它會發現聲音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我們要開始來做剪輯 現在考慮的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往後移呢 但是前面加個音效的話呢 前面大概四秒左右 就可以按照時間排序 4秒左右 爆跑效 滑雪 還有什麼東西呢 門鈴 好,加個門鈴來試試看好了 好,那稍微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樣 好,那就是用門鈴好了 好,但是這個底下這一條有點太太過去了 所以我們大概接齊 那可能要來做一下邊修 好,做進來這邊好了 那做切割 那這一段把它刪掉 那這一段把它刪掉 那整個 因為這一段有31秒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稍微再切短一點 好,那就大概 在 現在是14秒左右的地方 切割好了 分割 這是當做片頭的部分 那片頭這個 影像片的話 我們可能要做為 因為它是有配合 動畫 所以我們大概做一下裁切 好,那裁切的部分 稍微往下移 好,這樣應該OK 我們看一下效果怎樣 好,那它有在講話的地方 我們要做音訊 好,降低其它的音效 讓這段有聲音試試看 那我們來先聽聽看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 防手震效果也還算不錯 因為像我昨天就是拿著去 海馬就是走阿公殿水庫 這樣走走什麼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啊 效果還不錯 有防震對不對 來,有幾瓜防震 跟別人 那這個很好吃耶 很好吃 你放什麼東西 好,玉米 繼續吃 然後你要看自己 好,那整個大概 整個 這樣我們看一下這個結尾的地方是不是我們需要的結尾 好那這邊我們大概可以稍微編輯一下 好那他整個大概還會稍微比較長了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在修剪一小段起來 所以我們大概往下 好這裡切一小段起來 分割 整個刪掉 然後大概差了多久 然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那這段的音效,我們不要讓它降低的話,我們還原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 不需要混音 好,這樣整個大體上是ok的,那我們再來做一些細部的微調 好,那首先第一個微調點,我們來看一下,這是片頭的地方 那,好,這裡應該是還好,我們來這裡做一下一些字幕好了 好,我們以這一段來做一些字幕好了 那在前面的地方,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效果是怎樣 好,彈出來,好,那我們用彈出來的方式好了 好,在這邊 好 先稍微看一下效果怎樣 好,所以可以,我們大概會把人名打上去 所以 那上面的描述呢 描述的話 嗯,要想一下 先暫時不要描述,這樣看一下,看一下如何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防手震效果也還算不錯 因為像我昨天就是拿著去拍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 大概這邊 大概這邊的地方再接 大概這邊的地方 哇,這個畫面應該是OK 大概這個地方我們再來加入製作人員 那我們看一下效果怎樣 好,可以 那我們改一下名稱 描述我暫時想不到 但是你也可以加一些描述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打名稱 啊,我知道在打什麼的 好,那所以剛才這邊也可以把它做一下編輯 好,再來 好,再來 好,這裡 也是加入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位置點好不好 好,可以 那我們來加一下描述 小竹子 哦,這裡 也要,有機會 啊 堅定 哦 您要看自己的嗎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們大概會往後面移一點點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這其實是大概是他的手 手結束之後 所以手結束之後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 再來試一試 好 那但是呢 我們少了一個人 等一下 所以我們要給他一個特寫 特寫的話 我們看一下簡易 也是使用彈出視窗好的 好 那我們把它抓進來 嗯 那這裡可能秒數可能要調一下 稍微往後 所以他的時間我們大概先調個6秒看一下 7秒好了 好 所以這張照片的時間7秒 嗯 不過等一下這樣有點 這邊還是不要看一下待會照片 因為少了一個人 嗯 看起來是要用在這邊 因為經驗比較沒有拍到主要的鏡頭 所以 可能要放在這邊 所以 可能要放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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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可能要放在這邊比較OK一點 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來用一下個 一些特效呢 有關在這裡 看起來 這裡的光線是比較亮的 所以他這樣做 直接用的話會比較 如果是用這個呢 用全部 好,來試一下 再加一個 他是幾月幾號 我們來看一下 3月18 聚餐地點 我們來寫一下 好,來看一下效果是怎樣 好,那這樣看起來是ok的 但是他時間感覺有點短 我們來看一下 4秒 大概稍微讓他長一點看看 而且我們把他往後面挪 然後 再 就是快要結束這裡 好,那看起來是ok 但是稍微要往後面挪一點 因為大概結束不久之後就要開始結束 好,試一下看看 好,那採用這種雙 雙 他是8秒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8秒 改成8秒 因為他跟後面那個的 效果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稍微往後 讓他不要離太遠 再做最後確認 再做最後確認 好 好,所以他整個是會是這樣 看一下 這個改成這樣好像會比較好 這個效果調整的地方 可能大家就要來稍微感受一下 看自己個人的喜好怎樣 好,那整個大概這樣說 我們來整體來看一下 他整個的時間就會是 大概兩分多左右 那我們先回到最前面的 從頭開始看一次 放六重 然後我覺得他的防手震效果也還算不錯 因為像我昨天就是拿著去海馬,就是走阿公店很辛苦嘛 這樣走走走,感覺還不錯啊,效果還不錯 有防震的料 對,有些防震 這個很好吃耶 你說什麼東西? 繼續吃 然後你要看自己 不要了,忽然來 不想看自己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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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整體都ok了 那我們稍微改一下字有打錯 那整個就大概ok了 會 然後 然後影片後製好了 好 那都ok之後我們就把它存起來囉 所以我們選擇檔案 分享 那它這邊有很多分享的方式 YouTube Facebook 那我們現在是要把它弄成檔案 好 那 預估2分13秒 那資訊這邊自己再看一下 好 那原則上是1080 然後下一步 好 那我就預設這個標題好了 那儲存 它就會開始 進行匯出的動作 那這邊會有一個圓圈圈 那它會開始跑 開始跑 那等跑完的時候 它就會 產生我們這個影片的檔案 這就是整個專案的製作啦 那因為這個會跑很久 所以我就不錄影了 就是這個跑完之後 在你儲存的地方就會有一個影片 那它這個會 慢慢跑慢慢跑慢慢跑 把它填滿 好 好